各位錶迷你們好 今天又回到錶彈年度回顧的第三講 第一講講彩虹面的手錶 第二講講同錶的熱潮 第三講講 其實這本年減當然有很多很貴的手錶 凍節幾萬,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的錶 但對於普羅大眾來說 這些可能都是天文數字 不太容易可以買到 所以我今天想看看 整本年鑑入面這麼多的牌子 究竟有哪些牌子和哪些錶款 可以是一萬港幣以下 但我都有幾個規則 第一,根據這本年鑑來說 當然可能有很多錶 這本年鑑沒有包含的 例如我挺喜歡的德國錶 其實它有很多錶都是一萬元以下 但因為它不在這個年鑑裡 我就不會特別去講 第二個條件 就是要是機械錶 就不可以是電子錶 因為一萬元以下的電子錶 其實也有很多選擇 對嗎? 我覺得不會特別去講 那些一萬元以下的電子錶 所以可能Casio那些我不會提 儘管很多錶迷都很喜歡Casio 但我這次不會包含Casio 或者其他的電子錶 第三,因為我們有時候去錶行 也有節錶 尤其是現在的經濟情況 節錶通常都是有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只是看一萬元以下 就可能忽略了某些 可能它本身是超過一萬元 但因為有節錶的緣故 令到它可以一萬元買到 所以我自己定給自己的條件 就是一萬二千元或以下 因為一萬二千元 我假設有八折的話 即是剛好在一萬元以下 即是九千六左右 所以我會看的是 港幣一萬二千元或以下的手錶 而那些錶是機械錶 不可以是電子錶 最初我也以為有很多選擇 但誰知揭完整本後 所以我發覺其實不是那麼多選擇 都是可能集中在某些入門的牌子 Swatch Group入門的牌子 或者其他相類近的牌子 我也很慶幸可以找到一些瑞士代表 找到一些日本代表 甚至德國的代表也找到 我們就開始了 首先看看瑞士代表 首先第一個看的瑞士牌子 當然就是Hamilton Swatch Group的 entry-level brand 但我經常都說 不是它說那些錶便宜 它的造工一定是差的 其實Hamilton 我之前也介紹過很多錶 其實他們的造工真的不差 我有些很貴的錶 但我也很樂意 是平時會帶一些Hamilton出街 尤其是一些比較隨意的 Hamilton 但也不是每隻可以是12000元以下 看看有甚麼選擇 首先這款我都很喜歡 Carky Field Titanium Auto 它是PVD的鈦金屬錶殼 很輕 試試試看 2mm 如果你說要很復古的軍錶 就大了一點 但也沒甚麼所謂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用色 有些很典壓復古的味道 復古軍錶的味道 有H10自動機芯 80小時的動力儲備 它將陣頻降低 以達至更長的Power Reserve 如果大家玩Swatch Group Middle Satina 你也知道 其實它都是用這個 集團內的台座機芯 都是80小時的 防水100米 8150元 有折又便宜一點 比8折 我覺得這款 如果你說一萬元二十的手錶 這款 其實也不錯 它又不太大 有80小時 還要儲備 100米防水 還要輕身 可以經常大 太金屬 我覺得這款是絕對可以考慮的 至於你想要另一條Line Jazz Master 這個就是Skeleton的手錶 它是比較小 40mm 機芯 H10S 我猜S就是Skeleton 流胸機芯 防水50米 可能你覺得不足夠 因為剛才應該是100米 這個更貴 因為它的機芯是Skeletonized 流胸機芯 還有不鏽鋼 還有不鏽鋼 錶殼 和錶帶 不過你問我 我便會選擇這款 看起來 復古和軍事風 較濃厚 其實 Hamilton 還有其他 還有其他 錶可以選擇 例如 這款 也是Jazz Master 36 Open Heart 但 做得到36 應該是給女士 為主 還有背舞 這款應該是女士錶 這款 Carky Field Murphy Auto 其實我自己也介紹過 就是 這款 我有另一條影片 也介紹過 大家可以詳細看看 我便換了一條 啡色的錶帶 這是原裝的 黑色 錶帶 亦是用了H10 80小時 用來儲備的機芯 防水100米 我覺得這款 其實都可以考慮 因為它始終有話題性 它是Interstellar 中 其中一個出鏡 有很多手錶 大家看過這部電影 一定會知道 為何 有些 錶迷 會覺得 雖然它是42mm 但它的 脖子 很長 所以大上手 有點像 44-46 的感覺 我的手 手腕 也不太幼 所以可以的 如果大家想買這支錶 這支錶 都要想一想 最好 嘗試一試 我之前介紹過 這支錶 不是限量版 這支錶 但這支錶盒是限量的 我相信 如果你現在想買 限量版的錶盒 再加錶 就未必可以了 因為限量的錶盒 聽聞都很流行 如果你喜歡電影 喜歡Interstellar 又喜歡Field Wash 這支錶盒 這支錶盒就不宜之選了 當然 還有這個Carkey Filmechanical 這支錶盒 這支錶盒是我很喜歡的錶盒 它有PVD不鏽鋼標學 38mm 它有H50的手上鏈機心 80小時動力的手上鏈機心 我相信這支錶盒 真的不太容易找到 所以我也很喜歡這支錶盒 不過我之前買的 就是第一代的Carkey Filmechanical 所以它的手上鏈機心 就是ETA的手上鏈機心 並不是這支錶盒 80小時的 它配搭這支錶盒 4500元 說真的 如果以幾千元的入門碎士手錶 我一定會推介這支錶 其實我之前的影片介紹 這個Carkey Filmechanical 都已經推介過了 但這支錶盒是新款式 還有80小時的動力儲備 我覺得真的超棒 所以如果大家想買 大約12000元港幣以下的手錶 那Hamilton真的有很多選擇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第二個可考慮的瑞士品牌 就是Middle Middle是Swatch Group 也是入門的版本 但這支錶盒不是每一支錶盒 我們先看看 其實我這支錶盒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我也要說多次 真是值得 它價錢是9200元 如果你找到還有折 那就更加好 有復古的標徑 40.5mm 有80小時的動力儲備 還有中間 之前也說過 五顏六色的 Markus 其實 是有 practical reason 不是為了裝飾而裝飾 不是為了彩虹而彩虹 之前也介紹過 這支錶盒 亦可以是一個很好的話題 當然看到這支錶盒 有很多東西可以說 還有200米的潛水 配合復古米蘭積帶 我真的很同意 這本雜誌 這個選擇 是最佳入門錶的其中一支 我相信是 但我之前想找到 也找不到 所以希望大家會給我好運一點 就是Ocean Study Compression Time 1961 這隻Skeleton 已經過了12000元的 界線 所以我也不會特別去說 大家也可以考慮一下 這兩隻 Commander Gradient Gradient 首先是PVD不瘦鋼錶殼 40mm直徑 即是現在比較小的 比較小的手錶 有同一款 Caliber 80mm 自動機芯 其實它的機芯 自動錶都差不多是用這個 即是80小小的機芯 還有PVD不瘦鋼鏈帶 整個都是PVD 我之前說過 PVD可能會耳掛花一點 所以大家也會考慮一下 50米防水 如果你問我50米防水 好像不太夠 然後PVD鏈帶 又可能會刮花 那我就會有一點 卻步 不過 它的Gradient 就是標盤的設計 Gradient 即是由深至前 它是側邊芯 到中間是淺色 再有少許機芯 可以露出來 這兩隻 其實體狼 我都拿上手看過 其實真的蠻漂亮的 即是如果你撇除 它整隻都是PVD 或者防水50 如果你撇除這些 其實這兩隻 都蠻漂亮的 尤其是這一個 針還很鮮 加上Markus 和時分針顯示 顏色更鮮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不過除了Ocean Star Decompression Time 1961 除了那一隻之外 其實我本身 就更加喜歡 這兩隻 就是Ocean Star GMT 它兩個都是同款 用色不同 你給到這個價錢 9900 因為這個鏈帶 這個是積物錶帶 當然是鋼帶比較貴 有折就更便宜 首先看看配置 它有陶瓷錶圈 直徑44 可能有些錶帽會比較大 這個最好上手 當然我沒有問題 都是用Caliber 80 80小時 不單是時分秒日期 還有兩地時間 兩地時間 大家都看到這支GMT針 這裡也看到這支GMT針 200米防水 我拿過上手 真的很結實 錶圈的功能非常好 以這個價位 買到瑞士200米 80小時動力儲備 的潛水錶 還有兩地時間顯示 我覺得這個價位 真的非常好 我看外國的錶評 台灣的錶評 其實它對這支錶 有很高的評價 聽聞都買得不錯 如果大家想在這個價位 買一支 瑞士GMT潛水錶 又可以多一個選擇 這支錶 這支是Multifold的Chronometer Multifold也是Middle很出名的Line 它有Silicon的直油絲 即防止功能更加強 不鏽鋼鏈帶 不鏽鋼鏈帶 10,000,018 截了之後 應該是下降 10,000 這支錶是見仁見智 其實也很漂亮 不過看起來比較斯文 即設工款 現在通常是潛水錶大熱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其實這兩支 價錢也不是差太遠 其實也差不多 如果你想去街間隨機 當然是這支 如果你上班 都可以考慮一下這款式 這支是Middle的手錶 說起瑞士的手錶 剛才說過Hamilton Middle 當然,怎會不提鐵數 天梳錶 天梳錶出名是 瑞士入門錶的典範 看看它有甚麼選擇 那這款式呢? 對,它也是用的 Paramatic 80 即Swash Group 即是聚水常用 剛才大家也看到 防水30 但價錢真的很便宜 我的指標是12,000 這個指標是4,800 還可能有折 不過當然 這麼成熟穩重的 大家喜不喜歡 兩體 我覺得比較成熟 這款式是42mm 我蠻喜歡它的蠟臉 現在都吃正的潮流 5,900 皮帶 防水50米 如果你說上班 外表很漂亮 我覺得這款式可以考慮一下 它今年推出的 Gentlemen 我覺得真的值得一讚 首先價錢是 6350 即不貴 直徑40 比較小的 直徑 即是比較普遍 它有直油絲 剛才說過 防刺功能 又強了 其實 以前通常說 實驗室 科技師需要 在這個 磁場很高的地方工作 但現在我們身邊 周圍有很多不同的電子器材 其實都會影響我們 建築的走勢 準確性 所以有直油絲 其實在現在是一個真實的用途 它有不瘦鋼鏈帶 防水100米 剛才這款 漂亮就是漂亮 皮帶 防水50米 但這款是防水100米 如果你作為一個 Everyday watch 這樣的價錢 每天帶都沒有問題 又可以防水100米 我覺得這款 真的值得一讚 我相信 它這裏只有黑色面 但我相信 也有其他顏色 譬如藍色或其他顏色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Tissot gentleman 這個Line 這款 又是50米 又是50米 看起來 都是很斯文的款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這款 好像比較modern 和實用性會較高 當然 剛才提到潛水錶 當然 看看Tissot 有沒有潛水款 就是這款 C Star 1000 我覺得這款 也值得去考慮 它有不瘦鋼鏈殼 陶瓷鏈圈 43mm 也有80小時的動力儲備 當然有潛水錶 通常有的 單向旋轉錶圈 橡膠錶帶 即是配襯衣服 例如出街 都蠻型的 還有防水300米 即是一款 名副其實的潛水錶 300米 但價錢都是5,850 我覺得潛水錶 如果有這款 而且它也有漸變式的錶盤 即是外面是深藍色 中間是藍色 有這麼多好玩的東西 但都是這樣的價錢 所以 Tissot 入門錶 真是不看它 我們也介紹了 好幾隻 瑞士入門錶 全部都是12,000以下 其他地方又如何呢? 瑞士以外 日本又如何呢? 不如去看看吧 好,看看瑞士錶 看完瑞士錶 現在看日本錶 正攻SEICO 老實說,我真的不太熟 雖然我之前剛介紹過 一款SEICO 5 Sports Street Fighter 限輪版 但我也是因為 因為Street Fighter 所以買的 但也可以讓大家看一看 這款 其實也不用看了 雖然是 雜誌選為最佳運動標 但它的價錢 完全超過我們的預算 所以不用看了 SEICO的Prospects 其實也推出不錯的標 價位呢? 跟我們剛才看的 都不相差很遠 例如說 這一款 這一款 它直徑40.5mm 即是符合現在的需求 6R35 自動機心 單行船主錶圈 防水200米 其實它旁邊這款 也是防水200米 機心也一樣 大一點點 錶徑 直膠錶帶 六面 錶盤和錶圈 我覺得這款 看起來更像一款潛水錶 雖然它是200米防水 這款更像一款潛水錶 以及走現在大熱的 六面六圈 當然說到六面六圈 大家都肯定會想起一個R牌子 炒得多厲害 但如果你問我平時 上班 配戴都會方便一點 我覺得這款會比較好 因為這款一帶出來 還要是橡膠錶帶 綠色錶面錶圈 和鮑魚殼 看起來更像一款潛水錶 但這款同樣是200米 但當然上班會比較好 即是正所謂的 我應該會選擇這款 Prospects 還有這款 標勁更加大 45 以現在的趨勢來說 我未必會考慮這款 因為比較大 而且它的機身是6R系列 這款是4R系列 沒有那款那麼好 價錢亦因應調低了 當然提開SEIKO 就不可以不提SEIKO Prosage 這款是潛水錶 這款是比較上工款 比較多 例如這款是39.3mm 100米防水 7千多元 還有兩款Prosage 這款是比較貴 因為它用了6R系列 這款是4R系列 所以價錢就會低了 還有它是防水50米 這兩款 這兩款 又再便宜一點 沒有去到8-9千的價位 所以如果大家想考慮一下 12000以下的 其實SEIKO也有很多選擇 包括有看起來很厲害的潛水錶 還有看起來上班都很配合的潛水錶 Prospects 還有Presage Presage還有兩個價位 如果你選擇機身 更漂亮 便可以選擇這個 如果你選擇機身也不需要那麼厲害 而它的造型也不錯 一些隨機身上班 其實這兩款都可以考慮一下 我至於介紹過瑞士錶 又介紹過日本 至於德國有甚麼代表呢 其中一個條件是 一定要在這本雜誌出現 我看過 如果要看德國錶 又要12000以下 或者差不多12000以下 希望有折 只有一個牌子的一隻錶 是符合這個條件 我們便去看看 沒錯 就是Normos的手錶 Normos的手錶 通常都是萬多二萬元 要12000或以下 其實是很困難的 其實整理來說 沒有一隻錶是12000以下 不過我便找到一隻 有一點點 Bandaroo 是12800的一隻手錶 但這隻手錶 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持有 希望有錶便可以持有 那便非常棒 就是這隻 這隻 Luke with 33 Dual Enamel White 這隻其實 真的蠻漂亮的 不過呢 首先呢 它是 12800元 比我 剛才訂的條件 其實多了800元 我不知道 現在可以找到多少折 希望折完之後 是可以 一萬元 或者一萬鬆一點 另一個問題 大家要想想 就是它的直徑 它叫33 但這本雜誌寫32.8 你先當它是33 不用太執著 那0.2 33mm 它沒有說是女士手錶 而其實 好幾十年前的手錶 包括 巴德菲利普 其實都是說 32-33 的手錶 已經是藍絲 是男士手錶 這隻手錶 它沒有說是女士戴的 當然 我相信是女士 買這隻手錶 的機會 當然是比較多 但如果有些 男士手錶 也不太粗 也很幼 又想走 這個斯文的路線 文青的路線 我覺得這隻 都可以想想 33mm 它是很薄 即是一隻 很漂亮的手錶 穿襯衣 西裝一定沒有問題 它有Alpha 2 手上鏈機心 它叫Duo 就是2 它只有時分顯示 沒有其他 大一點的手錶 35mm 或者38mm 那些 三針顯示 所以就叫Duo 兩針顯示 防水30米 你當作Dress Watch 其實也是配合的 即是30米 其實它最吸引人的地方 我還未說 就是 enamel white 它的錶面 好像白色髮狼 白色髮狼 質料 很亮 很反光 很光滑 所以 所以 這隻錶 就是 Normus 或者你可以說 這本雜誌 唯一 德國勉強 這本雜誌 都提供了一個選擇 這隻錶 可以是女士的選擇 亦可以是手腕 不是太粗的男士 的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今天的介紹 就差不多到這裡 我本身都以為 有很多的錶可以選擇 但我看完之後 其實發覺 不知道是否價錢 真的比較高 所以 可以選擇的牌子 和錶款 真的不是太多 當然 回到剛才的點 就是 可能有很多 錶的牌子 或錶款 未必是 收納在這本的年鑑裡 所以 坊間也可能 還有其他選擇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 很開心 能夠和大家做這個 標壇的年度回顧 在這裡 我預先祝大家 新年快樂 Watch for more watches Stay tuned